家里面用马桶的朋友,我强烈推荐你一杯一桶草酸,大家都知道马桶用久了,水流就会变小,尤其是用了好多年的老马桶,可以说毫无冲力。 说白了就是因为马桶长时间使用,前面堆积了太多的污垢,像这种顽固的污垢,普通的清洁产品无法做到清洁干净。 相比而言,草酸是最好的选择,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优质高浓度草酸,能够快速地溶解污垢,熬起来不刺激。 可能很多朋友家里的马桶和我家差不多,底部是非常干净的,但是依旧马桶的抽力很小,不好使用,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马桶有一个SI,就是这一根吸水管的位置,这也是马桶最难清洁的地方,几乎所有的马桶问题都出在这里。 草酸属弱酸,尿字是碱性东西,酸碱相遇就是综合反应,从而达到去除污渍的功效,草酸的功效就是高效安全。 各类陶瓷、玻璃、塑料都是可以的,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 我自己已经用了好多年了,就拿我们家这个马桶来说,用了12年了,基本上从来没赌过。 基本上每隔半个月我都要用草酸泡一下,我都是晚上去浸泡马桶,泡一个晚上,第二天早上一冲干干净净。 至于马桶的抽力感觉就和新的差不多,新测好多年,真实有效哦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,请点个赞哦,也感谢你的点赞评论关注哦。 下期我们再见。 下期我们再见。